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綜合報導 傻傻信有言論自由 學生司通喬拍照被抓 清華副教授驗證出事了 他把習近平當猴子耍 李敖兒子李勘發文教中共要臉 政黨輪替王丹當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結果如何? 阿波羅網報導 黨魁渡火中燒 從謀害朱令的孫維看到他的影子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9號 星期二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傻傻信有言論自由 學生司通喬拍照被抓 清華副教授驗證出事了 獨裁專制的中國一直用權威與高壓控制國內民眾 然而許多中國民眾仍相信他們擁有自由的謊言 近期一位政治學教授為了證明民眾有自由 去北京拍攝司通喬 結果被警察登記 X帳號新聞調查今天發文表示 清華大學蔡萬煥司政客副教授在課上和同學們說 中國有言論自由 一名學生反駁說 她只是路過司通喬拍了張照 就被警察抓了 不相信學生言論的蔡萬煥決定親自驗證 蔡萬煥前往司通喬拍照 結果被警察登記 知道民眾沒有自由的真相後 蔡萬煥在社交媒體發表不滿 中國會嚴格監視北京司通喬 是因為曾有人在該地 表達對領導人習近平的不滿 2022年10月 彭麗發在司通喬上掛上抗議習近平的標語 挑戰中國政權 並進一步促成中國從新冠疫情清零中走出 彭麗發因此被秘密關押迄今 針對蔡萬煥被警察登記一事 網友紛紛留言說:「這老師太天真了 有些人說謊 說到自己都信了 她可能不是說謊 是真的一直活在謊言中 被鐵拳砸到身上了 哈哈哈哈 中共官方再一次用行動證明 言論自由是個笑話!」 她把習近平當猴子耍 李敖兒子李勘發文 教中共要臉 臺灣將於1月13日舉行競爭激烈的總統和立法院選舉 預計數百萬臺灣選民將投票選出一位新總統 李敖兒子李勘近日在臉書發文說:「我反對臺獨 但我不僅支持並投票給賴清德 賴清德勝選 唯有這樣 習近平才能知道他對臺灣的態度錯得有多離譜 兩岸才真正有機會展開友好交流!」 今天兩岸關係的惡化 八成原因出在中共對臺工作的不要臉 2023年12月27日 李勘在臉書《李勘打臺辦除三害》 撰文說到新任國臺辦發言人陳彬華是表示 2016年12月底 我剛好在北京 海研中心透過朋友邀請我參加一場內部對談 陳彬華是主持人 陳彬華連續問了幾個問題 比如某某大學臺灣校友會在臺灣有沒有影響力 某某某在臺灣說話有沒有人聽 某某團體在臺灣有沒有發揮作用 我通通說沒有 陳彬華還不死心 接連問了好幾個類似問題 得到的答案還是一樣 他開始惱羞成怒 說我們國臺辦很有錢 撒錢不就完事了 他回憶說:「我還記得當天中午 陳彬華邀我去國臺辦隔壁的山西餐廳吃飯 陳彬華那樣子實在是影響我胃口 所以我說不喝 當時中共中央嚴格執行八項規定 工作日五間飲酒 屬於重大違規行為 但陳彬華就是敢跟八項規定對著幹 把習近平當猴子耍!」 政黨輪替 王丹 當年共產黨取代國民黨 結果如何? 總統大選將至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和國民黨口徑一致 宣稱臺灣最大主流民意是政黨輪替 新頭客報導 中國民運人士王丹在臉書發文提到 1949年中國大陸政黨輪替了 國民黨被共產黨取代了 國民黨確實有各種問題 貪污腐敗 治國無能 聽起來跟柯文哲對民進黨的批評差不多 所以那時候的年輕人 跟今天支持柯文哲的年輕人也差不多 一心要政黨輪替 結果還用我多說嗎? 令人不滿的國民黨下去了 輪替上來的是 比國民黨邪惡得多的共產黨 王丹指出 當年那些熱心支持共產黨 主張政黨輪替的年輕人怎麼樣了? 大部分都死在共產黨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了 王丹敘指 我再強調一遍 我當然支持政黨輪替的制度設計 但是我們絕不能僅僅為了輪替 讓一個非常糟糕的政黨輪替了一個比較糟糕的政黨 這不是一個負責任的 理智的選擇 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不要重蹈覆錯 黨魁渡火中燒 從謀害朱令的孫維看到她的影子 阿波羅網孫瑞厚報導 清華才女朱令已經離世 公認的投毒兇手孫維依然在澳洲逍遙 孫維家族的高官背景是其依靠 尤其是他爺爺和中共前黨魁江澤民關係密切 海外評論人士周曉暉曾撰文分析 曾為中華民國政府高官的孫月琦 知道江澤民家族的漢奸底細 江澤民生父江士郡 是汪精衛南京委政府高官 阿波羅網報導 江澤民中共總書記是日本軍部一手選拔栽培起來的有歷史證據 而這些 江澤民都向中共黨組織隱瞞 普遍認為 孫維對朱令的妒忌可能源於多方面的心理因素和社會環境的影響 首先 學術和社交領域的競爭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北京這樣的頂尖學府裡 學生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 尤其是在成績 才能 甚至外貿等方面 朱令作為一名才華橫溢 成績優異且頗受歡迎的學生 可能無意中激發了孫維的妒忌 孫維因為妒忌謀害朱令 江澤民因為妒忌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而迫害法輪功 署名李綠平的法律調查文章 從犯罪心理學分析 1999年蓄意發動迫害時 江澤民當時最妒忌的有三個人 洪傳法輪大法的李洪志先生 在中共黨內威望較高的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喬石 以及被稱為執政開明果斷的中共國務院總理朱鎔基 法輪功自1992年傳出 以其去病健身效果和真善忍理念贏得廣泛支持 法輪功學員人數迅速增長 超過中共黨員 引起江的度火 江對喬石的妒忌源於喬石領導的調查 該調查結論認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 然而 江對調查報告不滿 並忽視了其建議 江對朱鎔基的妒忌體現在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學員的大上訪事件 朱鎔基的開明處理引起了江的不滿 1999年6月7日 江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講話 無視法律個人命令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 他成立了610辦公室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 該機構以江為直接領導人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分析 江澤民對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的妒忌 可能源於多個因素 首先 法輪功在中國迅速獲得廣伴的跟隨者 這種影響力超出了中共的控制範疇 可能觸動了江澤民對權力的敏感和不安 其次 法輪功的理念強調個人道德修養和精神獨立 這可能被視為對中共意識形態的潛在威脅 此外 江澤民可能也擔憂法輪功在民間的廣泛受歡迎程度 會削弱共產黨的權威和影響力 政治威脅感 意識形態的對立和對黨的權威的挑戰 是導致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主要原因 中共政權對法輪功的鎮壓和妖魔化 活摘器官 對中國人的知情權 人權和道德價值觀產生了深遠的危害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王牌被烏軍繳獲 對俄軍可能是致命的 習近平反腐不留空襲 全雷達恐怖逼出另一股反勢力 令人驚訝 大陸熱播劇繁花遮掩的真實歷史 金正恩低調過40歲生日 恐擔心其日本生母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開始 時封預告 오늘的經驗